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莫妮卡 我们今天先来开箱一副新的神域卡 这副神域卡也是这种比较小的小卡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喜欢买这种 非常小然后很好拿的这种小卡牌 那这种小卡牌呢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它没有那种指导手册 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这个信息呢 其实都要凭你的这个直觉去考虑这个问题 它没有那么多的解释和说明 这个牌子呢 你看这个盒子也还是很好的 我去找一下我之前 好跟我上次这一副 Making Magic这个小卡片一样 也是这种同样的包装盒 然后这种可以这种吸起来 这副牌的这个吸力更加强一些 这个好像稍微有一点 不是很能吸得住 但是也很漂亮 这个是黑色然后有一个这种金色的底 黑色的底然后有个金色的这个字 然后这个感觉是黑色的底 但是有这个银色的字 感觉两副牌其实还挺配的 然后这个主题呢是有这种月亮主题的 所以它应该是根据这个月象学方面的一些部分来做的这个解说 以这个月象学为主题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整副牌 然后呢我给大家做的这个占卜呢 今天是一个关于人生方向的占卜吧 就是看看大家的这个灵魂一直在寻找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呢其实经常跟我讲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有很多东西了 他已经得到很多 可是他依然就是活得很不快乐 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快乐起来 一直就是比较这种麻木的状态 所以说呢我想今天看一下大家 你的这个灵魂究竟是在追寻什么东西 如果是你有一直有这种好像在寻找什么 但是又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然后一直觉得心里有个空洞 但是又填不满这种感觉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看看你究竟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个洞填满 怎么让自己有更多的这种满足感 或者说是你的这个灵魂 你今生你究竟是在寻找什么样的 这样的一个主题 如果是大家不想看我 就是把这个牌都整个过一遍的话 可以直接拖到后面 应该在后面我会给大家放三组牌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进去选 那我现在先把这幅牌给大家过一遍 好这个盒子也是很好 黑色的 这种磨砂质感 然后有一个小月亮在这里 很漂亮 很满意 好 牌呢 把它拉近一点 其实这幅牌它是有正反两面的 它的正面是这些月亮的图案 然后背面的是这些文字 文字我就先不给大家展示了 先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正面的图案吧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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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呢它是四张 这四张呢是讲的是月亮方面的一个神 四个神 Moon God 然后它是四个神 然后针对不同的神它有一句话 然后呢是女神针对月亮方面的有四个女神出现了 然后是针对每个女神有一句话 最后呢就是这个大多是月像 所有的这些都是月像 然后针对不同的月像呢它都有不同的描述 那每张都还蛮好看的 我一般其实不是很喜欢这种写实的风格 但是这副牌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 嗯 很想要 就很莫名的想要这种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它这个白边 如果它是全黑的话 我可能会觉得更好一点 当然只是我自己个人的喜好 嗯 好那我们现在 我来稍微先洗一下牌 其实它这个洗牌也还蛮顺的 因为它是这种反光面的 所以这种反光面一般都会比较好洗 而且它每张牌之间呢是没有那种粘连的感觉 嗯 很好推开 很好洗 好那我们先来就用这个石头吧 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 每一组呢我先抽三张牌吧 嗯 大家能看清吗 这个是比较黑色的这个石头 上面有白色的小雪花 然后这张有点像这个恐龙蛋 然后这张像是一个就是首饰盒子的感觉 蓝色的首饰盒 好 我先来抽牌了 先给第一组抽三张牌 我先给第一张牌 我是按照顺序来抽吧 第一组然后再来一个第二组 第二组 你们看哪一组的牌比较喜欢就选哪一组 或者是也可以根据这个石头来做这个选 哦 我先给第一张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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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下这一张 I explore my wilderness and dance in pleasure 这一张是I let go, I release, I am within perfect possibility, dark moon My words and actions are of beauty, compassion and love 哇,你们好有爱啊 好,刚才抽了两张inspiration和imagination 我们再来一次把所有牌都抽出来好 水象皇后 我的这张是水象的国王 Goddess of water Witch of water 你们的生活中需要很多很多的爱 或者说很多很多的这种感染力热情 就是很多 你们是走心的 你知道吗 你们是这种绝对走心 Protest 好,第一组的朋友啊 你们的心中呢 其实是有很多这些不可思议的想法 而且你们很愿意就是去表达 或者去探索你们这些不可思议的想法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你们好像是在做这种大航海的旅程一样的 你们在这样的一个探索人生的这个旅程上 你们是不畏惧的 你们不害怕 你们很敢于去做 你们很敢于去想 而且你们这个想和做的出发点 其实是基于你们的这个爱 就你们内心是很有力量 内心是很有爱的一群人 你们这群人呢 可能很多人有这种艺术家的特质 不管说你们是不是做这个艺术工作的设计啊 或者是相关 但是你们其实是有这种艺术家的特质 就是你们很需要 你们生活当中有些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说你生活当中有一些事情 能够点燃你们的灵感 你希望你们遇到的这些人呢 都是也是以爱为出发点 而且你比较不是很喜欢那种很无聊的东西 你喜欢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说能够让你产生一些动力 能够点燃你的东西 你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 你好像是一团火 你需要就是有人来点燃你 或者说有什么事情 你的爱好 你想要他们来点燃你自己 而且你是很愿意为之去燃烧 就是你们虽然说这是水 就是很有包容 很有爱 可是你的内心又是一团火 就是好像是被水包裹住的火焰的这种感觉 而且有一种呢 就是说感觉到你们有些人 其实内心是有些愤愤不平的 就是你们很容易会被这个不公平的现象 或者是可能有些社会事件呀 或者说你看到周围的人 或者说是一些新闻 或者说其他国家的人 遭受到一些苦难 遭受到一些苦难 或者说是一些不公平的事情 你就会非常想要去帮助他们 或者说是你会很有这种正义感 你就会内心非常的愤怒 有这种愤怒就是没有办法表露出来 没有办法发泄出来 就是你的那个内心的这个火呢 就有的时候会这种 嗯 被这种就是说 也不是说是仇恨 就是被这种为别人的这种不公平 为社会上这种不公平的事情而 就是被点燃 所以你们可能会去 有的时候甚至会去做一些 比较有破坏力的事情 但是你们的内心又是很柔软 就是当你们想要去有这种毁灭的冲动 或者说是想要去破坏的时候 那其实是你的内 其实你是在发泄内心的不满 你在发泄你内心的这种 呃 怨气 或者说是你觉得这种 社会不平衡的这种怨气 有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你们是很有这种 改革的心和改革的意识 你们是很愿意 就是有什么事情能够 呃 让你们为之去奋斗的话 你们是很愿意去做的 如果说你们 因为大家现在是生活在这个和平的年代 但是如果是 你们是在这种战火纷飞的年代的话 你们是那种很会 可能就呃 去参军 或者说去就拿上枪 就冲出门去 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就是很有这种 很有大爱 然后很愿意去为这个大爱而付出 或者说是去牺牲自己 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呢 感觉你就好像胸腔里有股力量发不出来 或者说是 嗯 感觉就是你自己的意志没有办法得到抒发 所以呢 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点 嗯 就是你的内心不是空的 你的内心是很满 只是说你 你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 你需要去找一个管道去 疏通你自己的这个情感 就是你的内心 其实这个情感是有点堵在一起 就是非常 你们很敏感 然后这个情感都纠结到一起 感觉好像就有点 呃 需要个管道去把他们 引流 引流到一些不同的方向 能够让你们去慢慢的去抒发出来 有这种感觉 嗯 其实你们很适合去旅行 去对外探索 因为你们走在路上 或者是接触这种新鲜事物的时候 总是能给你们很多的这个灵感 能给你们很多的这种 支持你们去继续前进的动力吧 如果说 呃 如何让你们 能够快速的获得快乐 或者说是 嗯 如何去 真的能够寻找到什么东西的话 我觉得一个呢 是不要接触太多 这种负面的信息 因为你本身呢 因为你的内心很柔软 而且你又很敏感 所以你很容易被一些 这种负面的信息 或者是东西给影响到 所以尽量去接触一些 比较积极能量 比较积极的东西 多运动啊 多出去走一走啊 多散步啊 或者说是跟这种 动物啊 小朋友啊 这样的这种 很有爱的事情接触 能够让你的这个 心变得比较平和 不会就是有那种很愤怒 或者说是 有一团火出不来的这种感觉 嗯 然后你们嘛 就是很适合 因为有这种艺术家的这种天赋 所以其实你们很适合去画画 就是你们的这个心理的想法 或者说心理的一些 不平啊 什么的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画画 把它抒发出来 就不管你画的是什么样 可以只是在纸上 就随便的乱画 嗯 或者说是去做手工 嗯 做一些很容易去 就是说 手上一直在动 这样的话能够让你的脑 就通过你的手 把你的这个思想 就是慢慢的转移 这样的事情 嗯 就是你们需要做这种 不好意思啊 你们需要做这种 就是从头脑转换到手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这样的话能够让你们 就是更好的 能够利用你们自己的能力 也能够让你们非常开心 就是你们的动手能力 其实是很强的 所以要去做一些 嗯 用手去创造一些什么东西 去写字啊 还有去 像写字画画呀 还有可以去做手工 去做木工 什么都可以 就去动手 用手去做的 然后你们 就是让你们的这个脑袋 去完全专心 专注在你们自己 所做的事情上 就比较好 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容易 被那些 就是负面的能量影响到 嗯 因为这组的真的是 感觉到一种 就有点那种愤怒的感觉 就是我很想爱 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去爱 所以我就是 由于这些爱 没有办法表达 或者说是堵住了 或者说 这个社会怎么这样子 所以我就 本来是个很有爱的人 可是我现在变得 就是有这种 很愤世忌俗的感觉 都是因为可能是你的 这个渠道没有找到 所以你可能需要去 把它抒发一下 把你们的这个 爱慢慢的疏通 这样的话 你们也会变得 更加圆润 因为真的很多的水项 所以你们真的很愿意 去帮助别人 然后感受到 别人对你的爱 也是的 嗯 你们会有很多的人 来爱你们的 我能感受到 这个能量 就是你的家人啊 亲戚朋友啊 其实周围有很多人 都是爱着你们 嗯 你们都不是说 是那种孤独的一群人 而且你们还非常的勇敢 好吧 好那这个就是 你们的占卜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嘿 第二组的朋友 你们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的牌 你们牌都是两副 两张特别橙色 然后一张是这种 蓝色的 还有一个爱心 感觉你们也是 很有爱的一组 嗯 刚才又抽到了 两张神域牌 好 我再来抽 把牌一次都抽出来 Let them go 感觉你们需要 释放什么样的能量 你们今生在追寻什么呢 掉了 哎 Six of Fire 你看又画了一个桃心 刚才是哪 刚才这里画了一颗心 然后这边心庭 又给你们画了一颗心 好 再来一张 你们在追寻什么呢 offering 你们在追寻给予吗 好 把牌整理一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们的这三张牌 第一张是 I teach people how to treat me 嗯 这张是 I am loved beyond measure I will persist My will is strong 好 我发现我把那个 这个hater打开了 我把这个hater关上 好 现在安静多了 嗯 第二组的朋友 我看到你们牌呢 就是 有点想哭 这种感觉 就是感觉你们好像就 很累 或者说是 你们很委屈 嗯 因为感觉到你们其实 嗯 你们是很需要爱的 你们是一直在追寻这种爱 但是你们的这个爱跟第一组的那个爱不一样 你们这种呢 是感觉你们很需要别人给予你们同等的爱 就是你们是很愿意去付出你们的这个时间呀 经历呀 金钱呀 或者是任何东西去给你们爱的人 或者说去给你们的这个朋友啊 家人 可是呢 你们往往很多时候都得不到这个相同的这个回报 所以你们其实内心是很委屈的 你们感觉就是 嗯 觉得说 你们很很想去维持这样的一个平衡 就是说你们很想要去 嗯 找到一个平衡点 在你们的这个付出 还有这个 啊 接受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你们希望 你们付出的 对方也会以同等的这个 同等的量级来给回给你们 可是呢 有的时候就是会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并不能够知道你们付出了多少 所以你们会 就是很 在这一点上会比较伤心 会比较难过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在你们受到这个伤害的时候 你们好像就会那种说 嗯 其实还好啦 我现在还能活下去 就是 好像 就像这张海星 这个海星呢 就是如果是你把他的一个脚剪断了 他也不会死 他还是会就是 负伤 就是他那个脚会慢慢的有一点恢复 但是他还不会死 还会继续活着 嗯 就是绑着奔带的感觉 就感觉你们还是这种海星 就是说别人伤害了你 然后你会觉得 哎 没关系啦 其实我还好 就是嗯 我还能活下去了 你也没有伤我太重 可是其实呢 伤害就是伤害啊 就感觉到你们 嗯 不愿意去认清楚这个伤害 或者说是 有点太在乎 你们周围的人的感受 太在乎 嗯 你们和周围人的关系 你们很想要去得到周围人 对你们的这个认可 就是你很希望他们去 认可你们的付出 他们看到你们的付出 你很希望他们懂 你们真正做了什么 你们希望他们也会做相同的事情给你们 其实你们组很棒 我能够看到 到将来呢 你们是能够获得很大的成功的 只是说 有的时候呢 你们会有些过于跟自己过不去 你们会觉得 自己还没有被看到 所以你会有点这种愤愤不平 觉得 将来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看到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是 嗯 我会教你该怎么样 如何正确的对待我 这种感觉 或者说呢 有些朋友是有这种 就是现身的感觉 觉得你现在一直在为 某一件事情 或者说是为了别人而付出 而现身 嗯 就会觉得 就是这种 我是为了你们 我才会成为今天的我 你们怎么可以看不到我的付出 或者说怎么可以看不到我的存在 有这样的感觉 我是想要告诉你们说 他们会看到你们的付出的 你们的 你们所付出的一切都会获得相同的回报 你们所想要去争取的 在将来都会得到的 但是首先呢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爱自己 你们组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你们太在乎别人 所以你们没有办法 好好地顾到自己的感受 你想平衡你和周围人之间的这个关系 或者说 你想平衡周围人的关系 甚至是牺牲你自己 甚至是一直去努力地去奉献 可是 因为你们没有好好地爱自己 所以 在周围人看来 觉得可能他还没有看到你的存在 或者看不到你为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所以呢 首先是希望你们真的能够 好好地看到自己 好好地 关注自己的感受 关注自己的这个需求 在你 就是去为别人付出来 比如说 在你去offering something to somebody 的时候 你一定要好好地想清楚 这个事情是 有多少的成分是为你自己好的 有多少的成分是在为别人好 就是你可能需要去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 嗯 其实还好了 好像我说的很严重 但是 其实你们 你们这组还蛮不错的 就是感觉 你们 比较追求这种人生胜利组的感觉 就是希望自己在人群中闪闪发光啊 就是被看见啊 然后就是 你们很 很想得到大家的肯定嘛 就是觉得大家都说 哦 你看这个人 他付出了这么多 今天有这个成果 那都是他应得的 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其实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件事情 但是 没有关系 你们都会得到的 你们就有些人已经得到了 或者说是即将 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 就只是说 你们需要去 再多多地关心一下自己 嗯 维持这个平衡 好吧 有的时候不要 就是给别人太多 自己就没有能量了 啊 当然这个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有些朋友就是 嗯 也愿意付出啦 但是有的时候呢 会考虑自己比较多 那可能就是考虑周围人比较少 虽然说你看这个 嗯 他说是 I am loved beyond measure 就是 你是希望得到这种 无条件的爱 你希望别人这种 不是因为 嗯 就是其实是有个矛盾点在于 嗯 你希望别人不是因为一些条件来爱你 你不希望他们因为那些很次要的东西 比如说是金钱呀 或者是外表呀 你不希望他们是因为这些东西而爱你 可是呢 你又很希望 嗯 你能够得到 就是你付出的对方相同量的爱 就是说你不希望在这个 他们爱你的这个事情上面 嗯 加一个这种砝码 或者是加一个重量 可是你在这个判断 这个付出是不是对等的时候 你又会去做这个判断 所以其实你本身是比较矛盾的 所以就是我觉得 就是多关注自己就好 有的时候不要去想太多 不要去计较太多 你付出了什么 啊 反正都已经是那样了 是吧 你也没有办法去 一直斤斤计较说 我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对我不好 嗯 或者说我给了你多少钱 你为什么没有给回给我 这种感觉 就是在付出的时候 你就可以 或者说给别人帮助的时候 你要想好 你要首先做好这个 是收不回来的这个 呃 心理预期吧 这样的话 你就是不会太纠结 不会太难受 嗯 好吧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一组的信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嘿 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这三张牌 你们抽到两张蓝色的 然后还有一张这个橙色 看这张蓝色上面还有一只兔子 有一只玉兔 诶 他们西方也会有这个神话故事吗 为什么月亮和兔子会结合呢 好奇怪 好 看一下这个 I choose to take a higher perspective and widen my wheels 你们是学识渊博的是不是 好 这张是 I flow towards my goal I am strongly protected as I go 嗯 最后这张是 I am ready for something bigger better and brighter 哇 哇 你们 第三组的朋友 感觉你们其实潜意识里都是相信自己是特别的 自己是特殊的 你们相信自己生来就是为了做一些不平凡的事情 是为了做一些大事 你们其实嗯 不想要陷于这些比较庸碌无常的生活当中 你相信你们是就是在周围的平凡人当中就是很特殊很特别的那一个 然后我再看一下 还抽到一张 exploration 探索 好一张 knowing 你们总是在探索想要去追寻什么东西 或者说是想要知道什么事情 想要知道更多 再看一下其他的牌 我先把牌都给你们抽出来 第三组的朋友 你们的人生在追求什么呢 你们在追求一步到位的感觉 就是感觉 嗯 感觉你们的人生想要有一个那种怎么形容 突然间王者归来的感觉 或者说是鲤鱼跃龙们 就突然间跃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然后让你们改变人生的这种感觉 Council of all beings 21 好 我们再来看 这幅牌 出现了这个 paint a sun back into your sky 好 好 第三组 如果说要有一组是学霸组的话 那肯定就是你们组 你们组呢是 很愿意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 新的知识 你们身上有很多的本领 有这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感觉 可是你们会有这种就是怀才不遇的感觉 会觉得说 我这个也很好 那个也很好 我什么都会 可是好像就是没有人慧眼识珠发现我 或者说像江太公钓鱼那样 为什么就没有人能够就是发现我这个江太公呢 发现我 然后能够去培养我 或者说是能够给予我这个相同的待遇呢 明明我是比周围的人要出色很多 明明我是那个可以去掌控局势的人 或者说明明我是那个最终可以上岸的那条鱼 但是好像这个时间一直没有到来 或者说是你还是觉得你现在的生活还不够好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 有这种宏大叙事篇章的生活 就感觉到你们是有这种怀才不遇的感觉 觉得自己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平淡 你们很想去追求一些 你们觉得自己值得更好的生活 或者说值得一些更好的事情 一个更好的职业 或者说是一个更好的男朋友女朋友都有可能 但是你们会自己觉得你们应该得到的 并不仅仅只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而且你们会觉得说我已经努力的吸收了很多的知识 让努力的充实自己 让自己的各个方面都非常的完美 可是这个我的这个时间为什么还没有到来呢 为什么我还没有听到这个正确的召唤 明明我已经准备好了 可是我为什么我还没有办法去开始做我想做的事情 明明我已经所有东西都会了 就是这种感觉 有些人呢其实已经有开始在做想做的事情了 但是可能仍然会觉得说 我还是想要更好 就是你们没有办法 暂时性的满足于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你们永远都在追求一些更多的东西 或者说是那些未知的东西 你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太清楚 你们具体想要的是什么 但是你们知道的是你们不想要现在的生活 你们想要一些更好的 可是你并不知道那些更好的是什么 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你们组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各个方面都很好 又很有能力 又很有学识 然后很有想法 也有动力去实施 只是说你们有点 不会去 不会太过于满足现在的生活 就是很少去感恩现在的生活 或者说现在拥有的这一切 你们总是会把眼光放在将来的事情上 你会觉得我将来会得到更好的 所以我现在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可是你们没有 经常花时间 来这种感谢一下当下的生活 感谢你的宇宙 感谢周围的这些亲朋好友 能够提供给你的这些能量啊 保护啊 或者说是他们给你带来的这些生活 其实你都是可以花时间去感谢 或者是花时间去体会的 就你们是有点这种很忙 一直在路上 想要去追寻那些更好的事情的 这样的就是非常忙碌的小伙伴 所以呢 可能给你们建议就是说 是要稍稍静下来 让你们的心慢下来 你们行动可以是 还是就是继续往前走 没有关系 但是你们的心可以就是 适当的有的时候缓一缓 感受一下这个当下的生活 可能会让你们就是 过得更加有满足感 不是说让你们停下脚步 而是说让你们 就是在当下的时候 更有满足感 这样的话 你在启程出发的时候 也会更有动力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说 你们要做自己的小太阳 因为你们有的时候呢 会有点把这个期望放在别人的身上 想让别人去温暖你 或者说是你对别人有一些 他们没有办法提供给你的温暖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其实只有你们自己才能给你们自己 你们最想要的 你们最真心需要的 就好像是 如果你失去了你的太阳 但是你可以把你的这个太阳画在 自己亲手画出来 不要期待别人去提供给你这个 温暖你的这个光芒 这个光源 而是要做你自己的这个光源 来温暖你自己 你们一直都是这样 自信满满的 所以你们其实完全有能力 成为这个温暖别人的光源 去温暖周围的人 温暖大家 也照亮你自己 就是你们本身就是 很有能力自信的一群啊 所以就是像小太阳一样的发光 去照亮周围的人吧 去有的时候停下来 去花点时间去感恩 appreciate 感受一下生活的那些小缺幸 小美好 那些比较慢的瞬间 这样呢 能够更多的带给你们一些满足感 好吧 好 那这就是第三组咯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